大家好 我是陈岳 全球焦点近在掌握 欢迎来到陈岳读报时间 首先还是提醒朋友们点赞 分享订阅我们的节目 言归正传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变脸 要威胁制裁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就斥责美国 粗鲁 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 美俄高峰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 在欧洲的一场会晤 引发各方的关注 结果会晤还没过去 这个几天时间 那现在新的争端又已经开始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多诺夫 6月20日前往华盛顿 恢复外交工作 然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却威胁 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这个沙利文呢 在6月20日接受了CNN的采访 称美国正准备 就俄罗斯反对派人士 纳瓦尼被捕一事 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 沙利文称 美国方面要联合欧洲盟友 要求俄罗斯在该国领土上 对其公民使用 所谓化学制剂付出代价 当然这我们也都知道 是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 一贯伎俩 那么美国在面对本国人权议题 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权议题 是漠不关心 但是却对于地缘政治对手的 国内事务相当的热心 这两者之间也就是众人 时常提起的双重标准 那么美国方面称 在准备要针对俄罗斯内部的事务 要实施另一套的制裁措施 美国一直都在表明 在回应俄罗斯的相关活动的时候呢 似乎都更加的热心 无论是所谓干涉大选 还是美国这个俄罗斯内部的纳瓦尼事件 此外美国方面将继续针对参与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公司的 这个进行制裁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事实上 在美俄高峰会之前 所传达出来的事态的这个气氛 包括传言美国取消 对德国与俄罗斯之间北溪二号的制裁 甚至呢取消对俄罗斯相关管道建设的制裁 这一系列的对外的释放的消息呢 完全的不一致 现在各种制裁声又 这个消息呢到处进行都是 那么可见呢 双方的关系想要回归正轨呢 是难上加难 对此呢 安东诺夫表示 在飞机上他就听到了 美国要打算进行新的制裁 而且呢 这一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刚刚下飞机 那么他自己声称想说 那这种信号和在不久之前 美俄高峰会收到的信号完全不一致 他曾经在某个地方见到过这种遗憾 这种情况和遗憾 美国同行选择这条路 不会给双方的关系带来任何的结果 不是美俄两国总统所给出的方向 普京与拜登16日在日内网会晤 就两国大使返回住在国工作达成一致 安东诺夫出发前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 他还着乐观的心态前往美国 对于美方进行建设性的工作 以建立平等务实的关系 抱有希望 那么俄罗斯的观点报 21日形容 这个美国在日内网峰会几天之后 就发出新的制裁 这显然是粗鲁的行为 那么俄罗斯驻美国大使所称的 对双方关系后续发展抱有一定的希望 不知道这种希望存在了几天 因为现在新的制裁又开始了 是不是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呢 我想对于美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上的角色 向来就是变色聋 那么包括现在的乌克兰 被美国又一次的抛弃了 使乱中期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再被验证的结果 那么对美国抱有希望的结果 很可能就是又一次的失望 在日内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呢 普京曾经表示 如果华盛顿在会后实施制裁 将再次错失两国改善关系的机会 而他说21日报道称 俄罗斯暗示将对美国的制裁做出回应 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说 俄罗斯方面一直遵循对美国的非法行为 采取合法回应的原则 让人感到奇怪的就是 美国一些人总是喜欢玩这种游戏 而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 21日也表示 返回华盛顿工作的安东诺夫 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在美俄关系当中 最主要的就是务实和清醒 两国都认为 此次峰会取得建设性积极的成果 但这并不代表 美国将放弃 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本质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 可见呢 大国关系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今天是好朋友 对吧 然后呢 就马上就可以手拉着手 一起去玩了 那么大国之间 向来呢 就是利益主导 这也是千百次验证的 那么美俄之间 在众多众多地缘政治利益 还是相互矛盾的情况下 又如何能够啊 一瞬间又拉手 对吧 手拉手一起玩 成为好朋友呢 这件事情本身 我看后面的戏呢 还有很多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 伊朗这个新的领导人 那么伊朗当选总统莱希 他的首场记者会 展现出强硬的风格 但这种强硬风格 显然是针对美国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 伊朗在美国这件事情上 可是吃了很多的苦头 那么这一位伊朗新当选总统莱希 特别强调 他拒绝和拜登见面 伊朗当选总统莱希 在当选之后的首场记者会上 宣示强硬立场 公开拒绝与美国总统 进行会晤的选项 据英国路透社的报道 伊朗当选总统莱希 6月21日表示 支持伊朗与世界六大国 就重启2015年核协议进行谈判 但莱希断然拒绝 与美国直接进行碰面 即使华盛顿取消 对伊朗所有的制裁 那么也不和美国进行会晤和交往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 也是对美国方面 传达出强烈的不满 当然伊朗内部经济 受到美国的制裁 大幅的包括伊朗货币的贬值 那么经济的下滑 的确伊朗面临着全所未有的困境 但是波斯人大家也不要小看 对吧 这样一个文明古国 那么在国际事务当中 向来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国总是有兴衰 总是有发展的好的时候 也有衰落的时候 那么在美国和西方世界 所主导的话语体系之下 在他们的宣传包括影视作品 各种各样的对外释放的消息方面 把中东地区 把伊斯兰世界 包括伊朗等等描绘成一个万恶不赦的罪人 但是就世界文明历史上角度来说 无论是波斯人也罢 对吧 天主人也罢 或者是咱们中国人 那么实际上都是人类社会 创造出璀璨文明的 一个这个一种一种文明吧 那么文明与文明之间 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大家不能觉得谁就是最伟大的 谁就是次伟大的等等 没有这回事 那么波斯人呢 其实如果跟伊朗人有所接触的话 当然我本人呢 也是这个有所了解 那么实际上呢 是对自己的这个自信 甚至是对自己历史的这样一种 这个怎么说呢 大国的骄傲呢 是非常强烈的 就包括伊朗这个目前的这个土耳其国家 其实也是这样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对吧 兴盛了几百年的时间 到今天为止 你看埃尔多安的作为 当然很多人对他不爽 可是呢 他在全世界四处 只要有事情啊 总有他土耳其去搞点事情啊 总要去掺和一下 但实际上呢 今天土耳其国家的综合国力呢 当然也已经远远不是 对吧 帝国时期的那般辉煌 但是目前我们回到伊朗这件事情上 那么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各种制裁 包括把伊朗描绘成一个 万额不赦的这样一个国家呢 实际上也是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和真实的伊朗 和对一个另外一种文明的尊重 是完全的不一致的 甚至很多在欧美的文化体系 和宣传体系当中 把伊斯兰世界呢 把它描绘成一个 好像跟恐怖主义挂钩 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啊 那么本身而言恐怖主义是人类的 就像这个新冠病毒一样 才是真正的敌人 大家都要去去这个 这个消灭这样的敌人 但是问题是 你不能把另外一种文明 和一种敌人进行挂钩 就像美国他现在呢 把这个新冠病毒 拼命的往中国人身上去 去这个连接在一起啊 不断的释放各种各样 类似的消息 其实美国玩的这样的一种手法呢 无论在对待今天的伊朗 还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 实际上都有类似的效应 就是他就把你给 用台湾的这个 政治文化角度来说就是呢 抹黑对吧 抹黑抹臭 那么贴上标签 那剩下的不用谈了 反正你就是坏人 把它简单化 你是坏人 我是好人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伊朗新总统诞生 那么莱西在赢得 总统选举之后的首次 新文发布会上就谈到 他说呢 伊朗支持保证 我们国家利益的谈判 美国应该立即回到协议上 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当被问及 如果美国对伊朗 所有的制裁被取消 是否与拜登会面 这个前面我们也谈过了 他明确表示拒绝 美联社就特别谈到呢 莱西在以压倒性的优势 赢得选举以来 首次发表公开讲话 在对美国政策上 表明出强硬的立场 或者呢 这个就德黑兰的弹道导弹计划 以及支持地区民兵组织 等等方面呢 都传达出强硬的信号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报道 莱西表示 这个伊朗的外交政策 不会局限于核协议 伊朗将与世界互动 那么伊朗不会把伊朗人民的利益 与核协议捆绑在一起 此外 莱西还称 如果其他各方 无法确保伊朗的国家利益 那么伊朗呢 也不打算 就这样一份核协议 继续谈判 那么对这个协议本身呢 也表明了强硬的立场 那么伊朗官方 6月19日宣布 伊朗这个任伊朗 这个司法总监的莱西 在选举当中获胜 并将在2021年的8月 接任现任总统努哈里 那么努哈里本身呢 是一个温和派 他一直主张 这个包括 重新回到核协议啊 包括这个 与世界的交往呀 进行经济改革 那么改善伊朗的名声 呼吁当然很好 但是美国呢 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就把核协议给撕回 那么也使得 这一位温和派的领导人 他在国内面临着 这个 就是说你自己 对世界进行示好 也有一点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 那么美国与伊朗作对 无论伊朗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只能是坏人啊 就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 国际政治的现实 那么分析指出 由于莱西是一名 反西方的强硬派人物 他的当选也引发了 人们对伊朗未来外交政策 走向的一个关注和担心 那么这种担心 当然主要来自西方国家 那目前而言呢 莱西的讲话当中 也谈及了对中政策 那对中国的合作呢 表示欢迎 那么关于伊朗与中国之间 后续的互动 我相信会更加的 频繁和热络 另外呢 我们看到德国媒体 在关注阿富汗的局势 目前阿富汗的局势呢 相当紧张 塔利班逼近阿富汗 这个北部两省的首府 根据德新社 喀布尔6月20日的报道 塔利班武装分子 在成功占领了 阿富汗北部两省的 几个地区之后 正在向两省首府进行推进 当地官员20日说 在塔哈尔省武装分子 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控制了至少五个地区 而政府军此前放弃了 这些地区的核心地带 在过去的十天里 武装分子还占领了 另外两个地区 目前看起来 政府军节节败退 阿富汗政府面临 瞬间失败的可能性 塔哈尔省政界人士 这个拉巴尼说 该省首府 塔鲁坎市的城门地区 爆发了战斗 他还说为守住首府 这些地区已经被放弃 在法里亚布审 武装分子包围了首府 麦玛纳市 在过去两周 几个关键地区 接二连三被攻占 据报道 这个麦拿纳市的郊区 20日也爆发战斗 两个省的地区 地方官员都谈到了 两省发生大规模的 投降事件之后 亲政府的部队 士气低落 这种情况 和当年美军 在越南地 越南呢 这个所谓越战 始乱中期 可以说是完全一致 一点区别都没有 先把你给玩了一顿 扶持一个政府 完了之后呢 自己就跑掉了 那么这剩下的这些 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政府军 和当年的南越一样 那么面临着一个 被消灭的情况 另外呢 还有大量曾经服务过 美国军队 包括各种翻译人员呀 各种工作人员 目前都会被面临 一个 这个被清洗的风险 而美国事要不见 根本就不管 也不发给签证 那么这样的这些人士呢 现在 已经处在一种 绝望的边缘 那么中方的使领馆 已经提醒 在阿富汗的国人 要尽速撤离阿富汗 相关局势的快速变化 即使在意料之中 同时也让人 非常的忧心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CNN 在关注的一则消息呢 是印度的印度人 和大象之间的冲突 在加剧 那么每年大概有500人 因为大象而死亡 那么CNN呢 这个关注印度的大象 与人之间的冲突 在前不久呢 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 云南的 这个西双百纳地区的 大象保护区之内 有的十几头大象 往北来进行迁徙 不知道在干嘛 大象到底要去哪里呢 引发了很多的话题 也同时呢 在相关的报道当中 体现出中国在保护动物 保护野生动物 特别像亚洲象呀 这些 那么在过去 很多年以来的 努力取得的成果 亚洲象的数量呢 翻了一倍 目前在云南地区 有300多头的大象 在这个 这个野生象吧 有这么多 那么比过去呢 是增长了一倍的数量 那么在中国云南地区呢 有非常多的人 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吧 那么给这个大象投放食物 那么尽量避免 人与大象之间的冲突 相关的做法呢 在西方国家 包括日本的媒体上 都有大幅的报道 那么也对于 中国目前 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 这个互动呢 给予充分的肯定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呢 实际上是 动物与人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一个话题 当然也引发很多的热议 相关的图片 特别是大象睡觉呀 大象小象这个打架呀 这个玩泥巴呀 在水里面玩呀 等等 也是让非常多的 这个朋友们呢 在国际政治啊 一片啊 这个乌烟瘴气之际呢 也能够适当的放松一下身心 对吧 终于能看到几个 和这个政治没有关系的话题 也是让人呢 而这个耳目一新 那么现在呢 CNN又把目光聚焦到了印度 那么相关的人和大象之间的冲突呢 实际上还是很多 随着印度人口不断的增长呢 大象的栖息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21日的报道称 在印度 大象与人间的冲突在不断的加剧 每年大概500多人因为大象而死亡 报道指出 印度野生动物研究所执行主任 卡兰特表示 野生动物在印度可以利用土地的 利用的土地呢 已经不到5% 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居住在保护区以及周围 印度约有3万头大象 30个大象保护区及100多个国家公园 但仍有不少大象生活在保护区之外 一头成年的大象每天要吃掉150公斤左右的食物 有些大象呢 走进农田啊 开始这个这个觅食 却遭到保护庄家的农民的驱赶 不少农民因此被大象意外的杀死 卡兰特还谈到很多事故并非大象刻意为之 纯属偶然 亚洲大象专家啊 这个蒂瓦里呢 特别表示每年也有80到100头大象死于人与人类有关的活动 有些是因为中毒或触电啊等报复性行为而死 有些是因为被火车碾压啊等等而死 那么蒂瓦里呢 就特别谈到 要想找到人与大人大自然的或者是与大象的和平共处的方法 需要政府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以及公众一起努力 在短期与长期内合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呢 也是啊让人去想到 那么中国在如何处理人和大象之间的利益的冲突 对吧 大家都在抢地盘 每个啊 无论是每个人还是每头像都希望自己过得嗨一点 要买房子一样 对吧 总希望人均使用面积大一点啊 那么人这个像一旦多了起来呢 就开始寻找新的势力范围 那么跑到农田里面去吃东西 他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 总觉得这些玉米地瓜 哎 味道应该是很不错 但是农民 对吧 这是我种的粮食 你怎么可以吃我的 那么相关的议题呢 持续占据着西方媒体的版面 另外呢 我们看到法新社特别在关注的就是瑞典首相 斯特凡在议会遭到不信任投票 而且呢落败 导致其领导的政府将在当地时间66月21日呢 垮台了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乐文预计呢将主动辞职或者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报道指出瑞典议会共有349个席位 不信任案获得了181名议员的支持 报道还指出原本支持当前首相政府的瑞典左一党 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放松租金管控的方案 于近日宣布将寻求各方支持 不信任投票 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随后在6月17日提出不信任案 报道指出 乐文现在有一周时间 决定是提前举行大选 还是呢 这个主动的辞职 议会的议长开始协调各党的谈判 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继任者 实际上呢 瑞典公众对于瑞典在疫情防控当中的做法呢 也是相当的不满 那么当时呢 瑞典提出了跟英国类似啊 所以免疫疗法啊 就是呢 这个这个集体免疫吧 就是大家反正就随便他传播 传播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呢 大家也都都感染一遍 也都有了抗体 反正就这么回事 对吧 就是不管不问不顾啊 也不筛不治 对吧 那么等等吧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疫情的大肆传播 然后呢 越连百姓遭受重创 我想这也是对目前当政者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来关注一篇社论 这篇社论来自环球时报 谈论的话题呢 非常的宏大 那指的就是 美国华盛顿应该同时增加 这个廉耻感和自知之明啊 这个话说的也是很重 那么所针对的事件呢 是来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星期天 接受了不同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特别对中俄两国啊 左右开工啊 进行威胁啊 相关的话题 引爆网络 那么针对俄罗斯的方向 他扬言美国就这个将就纳瓦尼事件 进行新一轮的制裁 而这冲击了很多人 对俄美峰会之后 两国关系的预期 而沙利文还威胁的 用威胁的口吻 要求中国配合进一步的 新冠病毒素颜调查 并以国际孤立进行恫吓 那么声称 美国不会简单接受 中国说不 沙利文表现出典型的 美国是傲慢 那种直路为马的专恨 他和同僚大概认为 美国的实力 可以支持这样的为所欲为 而且近来的一系列西方会议证明了 美国保守 保持着任意孤立 像中国这样大国的动员力 沙利文在针对中国时 使用了从实力位置出发的措辞 美国确实在全球实力最强 但他们的执政精英 严重高估这些实力 所能够产生的国际强迫力 美国至今摆布平朝鲜半岛 因伊朗问题 他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都成了烂尾功臣 最近一二十年 他没能够在世界上 力所干成一件事情 当沙利文信心满满的威胁 中俄两国的时候 这种张牙舞爪的表现 就像小学班级里 一个自大的坏孩子一样 滑稽可笑 中俄都毫不客气的 回怼了沙利文 如果后者有正常自尊的话 他应当感受到一股 一股风 把他吐出的泡沫 无情的吹回到他自己的脸上 那这个话说的呢也是相当的形象 中国不会接受美国情报机构的任何调查 如果我们抓住美国情报机构 在中国有关行动的蛛石马迹 会立即予以沉重的打击 世卫的溯源工作 不由美国说了算 而必须按照正常的程序展开 世卫专家组已经来过中国 而且得出了结论 世卫的溯源工作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多点展开 包括调查美国的情况 这一工作顺利 美国一家改不了 那这个纳瓦尼呢 这个服刑是俄罗斯的内政 那么美国插手越多 他鞭长莫及的现实 将会展现的越发明显 美国又想缓和对俄罗斯的关系 又想在纳瓦尼事件上 惩能他的自我纠结 撞到俄罗斯坚守原则的印度上 绝得不到便宜 美国的实力优势根本支持不了 他对中俄态度 恶劣态度的肆意发挥 美国不能够把中俄怎么样 这是全世界都能够看清的事实 和能搞得懂的道理 特朗普政府折腾了好几年 未能削弱中俄 拜登政府成能所能够依赖的资源更少 他想拉拢盟友 帮他打压中俄 产生战略性效果 这个呢 也是太可笑了 大多数欧洲国家啊能够贡献给美国的就是一堆的啊 这个嘴上的功夫 所谓的啊 这个啊 就是打打嘴炮吧 嘴上口头上支持一下 他们也拿不出什么真金白银来 美国想用冷战时代的盟友体系支持全球化时代的别样竞争 这形同他需要弃强 找来的一堆工具 却是一架啊 弹棉花机 中俄根本不怕俄罗斯这个辛拉的盟友阵仗 倒是中俄没有一这个进一步的加强战略合作的动向 都能够这个都能够把很多美国和西方的精英禁出冷汗 奋劝美国肆意妄为的精英们能够收敛一点自己的张狂 中俄不主动惹美国和他的盟友们 但如果遭到新的严重挑战 中俄的反击将是坚决且及时的 另外我们也要提醒世卫等联合国机构 不是美国开的 西方也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华盛顿需要同时增加廉耻感和自知之明 讲白了就要搞清楚今天的局势 也不是你华盛顿美国一架说了算 那这当然来自于联合环球时报的社论 但是其中我认为也不无道理 对吧你美国总是干涉别的国家的问题 你自己呢对你自己的事情呢 截二连三的国内的枪击事件 每年死这么多人 新冠疫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对吧你有反思吗 你现在只是甩锅给其他国家 动不动指着这指着那的 对不对 你能够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吗 也要照照镜子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讲的倒是挺有道理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媒体都在关注 中国疫苗接种突破10亿剂次 这样的一个大关 那么也引发了各方的讨论 根据塔斯社北京6月20日的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6月20日发布的消息 中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数量 超过10亿剂次 通报称截至6月19日 全国31个省 包括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0.1亿剂次 报道称 中国自去年12月15日开始为部分重点人群 接种新冠疫苗 据统计 截至今年的4月1日 中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1.266亿剂次 截至到5月1日为2.704亿剂次 截至6月1日为6.819亿剂次 中国流行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曾经表示 到今年6月底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达到40% 也就是要为5.6亿人接种疫苗 另据法新社北京6月20日的报道 这个相关的数量 同样也是被法国媒体所关注 那么特别谈到 这一疫苗接种数量超过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众一开始并未着急接种新冠疫苗 因为在中国 新冠病毒一年来几乎是被根除了 这主要是因为采取的隔离 大规模检测 包括一些什么红绿码等等 一系列的政策 那么报道指出 目前的政府和企业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 来希望民众尽快接种疫苗 因为这才是根本性的对抗病毒的方法 打了疫苗之后 体内又抗体 就相当于自己穿了一个 对吧 有了武器 对吧 如果真的不幸感染了病毒 我就有武器跟它战斗 这样子至少可以让自己避免重症或者避免死亡 那么最近几周广东也出现了一些病例 这种事情也提醒人们 疫情还是有卷土重来的风险 特别现在全球肆虐的Data病毒 这个是首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 传播力更强 而且它的据说重症率更高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防控方面就压力更大 所以现在还是呼吁咱们的民众有条件 其实也没什么有条件 大家都能打 也没有什么限制 你就家附近 一般卫生所医院还都有 你就去打吧 如果说没有一些特殊的 如果疾病或怎么样的 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可以打 因为灭活疫苗本身它的副作用也不高 当然中国现在也有一剂的康辛诺的疫苗 那我想中国希望到今年年底 能够让新冠疫苗接种率至少达到70% 也就是说让10亿民众能够接种 10亿民众能够接种和打了10亿剂次 这两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分清 就是说10亿民众 那么中国14亿人 14亿人乘以70% 差不多就是10亿人 那10亿人如果每人打两剂 我们如果完整的算每人打两剂 那要打20亿剂次 对吧 所以到年底还有几个月时间 如果按照目前的进度 我个人认为问题不大 那么根据介绍 中国的商场餐厅酒吧 从去年春天开始就全部重新开放了 整个舆论整体上对政府的疫情应对 是非常的满意 此外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网站 6月20日的报道 同样谈及了10亿剂次 这样一个接种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数字 一个大观 近日国家显著加快疫苗接种的计划 接种数量连续多日 单天超过2000万剂次 总体接种数量呢 5月23日以来翻了一倍 那这样的接种数字呢 也是让国外呢 这个媒体相当的惊叹 报道原因彭博社的这个 报道指出呢 这个数字就在全球 是独一无二 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总数 已达到25剂次 截止到28日的接种速度呢 是单日3700万剂次 那么中国本月的日接种数量超过1800万剂次 其中18日超过2300万剂次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未来疫苗制造中心的 这个佐尔坦基舍就谈到 规模却是令人印象深刻 背后在推进生产规模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讲白了 打这么多疫苗 就意味着你要造这么多疫苗 对吧 那么生产的速度也是相当快 报道还称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一新 本月早些时候对这个新华社特别谈到 近日发生的本土病例提示 防控形势依旧严峻 共诸免疫长城 减少疫苗犹豫 需要你我助力 大家一起加油 打疫苗 对吧 那么有这个估计就显示呢 中国企业2021年 可能会生产出至少30亿剂的疫苗 官方官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强调 接种疫苗的人口 必须达到一个关键的门槛 有一种说法是超过整人口的80% 才能够形成社区保护及重新评估严格的边界控制措施 又据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站特别谈及 也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中国疫苗接种上的里程碑的事件 我想呢 这个事情本身呢 其实跟中国的人多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吧 这么多人就需要打这么多疫苗吗 那本身呢 地方也大 反正呢 各个地方政府啊 大家都一起加油 包括企业啊 老百姓呢 都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所以呢 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但不管怎样吧 预防病毒控制疫情才是根本的目的 那么希望呢 能够尽快达到21剂次的接种 就是10亿人施打 那么达到70%的一个关口 而且因为呢 随着变种病毒的袭来 未来不排除 还需要再接种第三剂 所谓的加强针 所以这种事情呢 这个变种病毒来了之后 原来的疫苗呢 还有没有效呢 等等 其实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所以及早施打 及早产生抗体 不管怎样啊 这个可以减少 这个病毒的变种的概率和机会 这件事情本身呢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 我们看到德国媒体在关注欧盟呢 目前在讨论 要限制一票否决权 根据德新社 布鲁塞尔6月19日的报道 欧洲的政治家和公民 在当地时间19日聚在一起召开 特别会议展望欧盟的未来 报道指出会议的目标是 在2022年初提出具体的建议 然后呢 提交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进行审议 主持会议的欧洲议会议员 比利时人福斯达在开幕支持中问道 什么是最有效的 什么需要改变 如何建立一个适合未来几十年 目标的新欧盟 如何建立一个适应性更强 行动更快 效率更高的欧盟呢 整个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 如何加快民主决策进程 如何解决否决票 阻碍欧盟计划的问题 它暗指的事实就是 外交政策和税收顾问问 税收政策问题 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直通过 而某些成员国可能会投否决票 其实这也是集体协商 对吧 所有人一起投赞成票 才能透过通过相关的议题 这是这个欧盟重大的一个原则性的 一个规则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呢 目前也在面临的挑战 那特别是我们看到报道里面谈及的 这次会议在斯特拉斯堡举行 许多发言者 有些在现场有些通过视频 谈到了让欧盟公民参与政策 讨论的必要性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 移民学术交流等等 还有呢旅行自由之类等等 那么这次会议呢是开放的 欧盟公民都可以在网上观看 会议的讨论 实际上呢 最受人关注的一个议题呢 就是到底未来欧盟要不要通过 集体表决当中 所有人都能投赞成票 才能通过相关决议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如果呢 不再需要的话 那么对欧盟这个组织的运作 本身就是有一个重大的考验 那特别是在扩大这个欧洲议会的权力 是否意味着欧盟成员国要做出一些让步 我们看到西亚利总理欧尔班 在19日特别谈到 他希望欧洲议会的权力受到限制 据报道呢 多年以来 欧尔班与欧盟大部分国家的关系紧张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也反映出 在欧盟内部这样的组织 这样的运作机制 实际上啊 在想形成一个决议呢 有的时候相当的慢 但是呢如果一旦形成决议呢 也就不要代表着共同的意志 所以这其中呢 有利有弊 就看欧洲人到底如何去选择 他们的未来 欧盟的未来 那以上就是今天读报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